tavada folks 我们在谈这个外八相 那么第二个现象啊 我谈到说这个丹田佛 那谈到我们这个出家的比丘比丘女 冬天的时候 她就在光头的上面 就经常是戴着一个帽子 一般来讲 她是有一个 确实是很冷 你们怕冷 那么害怕感冒 戴帽子是可以 不是一定要你们脱帽 但是有时候 像那个照相的时候 人家在照你相的时候 你老是戴着这个帽子就不好看 那么一定要脱帽 进到室内 到了房间里面 室内一定要脱帽 还有师父在的地方 师尊在的地方 你不要戴帽 你不要戴帽 因为戴帽 在我们这个出家人讲起来 是不太礼貌的一种行为 不太礼貌的一种行为 师父假如戴帽 你可以跟着戴帽 师父没有戴帽 你不可以戴帽 这是一般的这个 这个礼貌 礼貌 礼貌上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 你最好不要戴帽 确实很冷 你出外 你可以戴帽 那么进入室内 你要脱帽 你要脱帽 不要老是戴着 看到师父 没有戴帽 你应该把帽子拿下来 这是一种礼貌 那么在照相 有人家跟你照相 你跟着很多人 一起机室照相的时候 也最好不要戴帽 暂时 把帽子拿下来 这也是一种礼貌 那么再谈第三个现象 有着佛 但是没有水气条 没有水气条 很容易出毛病 头脑会烧焦 眼睛会红 牙齿 牙床会红肿 牙齿会痛 会流鼻血 会头晕 会脑胀 这个都是 你生起着佛 生起着佛 但这个佛 便没有跟水互相调引 便没有跟清凉的这个 明点互相调引的一种现象 所以有的时候 人家修着佛 会修到 晚上没有办法睡 精神 非常的好 没有办法睡 是因为你佛 本身生起来 但是呢 你这个水没有下降 这有原因的 甚至于啊 嘴巴很干 很干燥 全身温度很高 这种现象啊 都是着佛 生起的现象 但是没有水去调引 那第三个现象啊 是属于清凉的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应用 这个明点的清凉的水 去溶解这个着佛 恶者互相调和 保持一种 很平衡的一种温度 而不是特别这个 灶热的那一种温度 所以学着佛啊 学丹天佛的 你不管如何 一定要懂得 用水去溶解 用水去溶解 也要观想啊 平时啊 你在修着佛的时候啊 还要祈求你自己的本尊啊 给你加持 那么本尊啊 从虚空中下降 坐在你的顶上 那么坐在莲花座上 那么有一个这个莲梗啊 莲梗从你的这个顶屑 中脉的顶屑 插到你的身体里面 然后由这个莲花 跟莲梗中间滴干露水 清凉的干露水滴下来 跟你的着佛 互相溶解 这就是一种干露水的加持 使你的全身啊 变得非常的清凉 那么你自己也可以 升起着佛 触动你这个 啊 眉心轮 千叶莲花的汉字 由汉字的尾端 滴下干露水 就是容明点 以这个明点 跟你的着佛 互相融合 调音 你眼睛就不会红 鼻子 鼻子就不会流鼻血 牙齿就不会痛 头也不会晕 也不会脱晕脑脏 这个叫做水佛 在道家讲起来就叫做水佛 这个是第三个现象 第三个现象啊 也就是水佛 也就是你身体的水 跟你的着佛 互相融合 调得非常平衡的 这种现象 而我们晓得 这个人感冒啊 不是西佛上升 西佛上升 四大不调 就是地水佛轰 四大不调 就生病了 就生病 那你这个 这个感冒的时候 你发烧的时候 就是西佛上升 西佛上升 这个水不够 但是我们修清卖明典的 圣水会很足 不但着佛升起 还有圣水又很足 那么水佛济济 互相调音 在全身里面 互相调得非常精盈 就是第三种现象 第四种现象 我讲就是说 因为你经常啊 祈求本尊 父法 根本上师给你加持 那么有甘露水灌顶 你在修法当中啊 其实你都是在做灌顶的 你每修一次法 就是灌一次顶 就法留在你身体 那么你的脑海会非常清明 不会浮里浮涂的 记忆力啊 应该会增强 记忆力会增强 会越来越强 而不是记忆力越来越浮涂 而且呢 你的理解力啊 会越来越强 你的脑部啊 都非常的清明 不会忘掉东西 很清楚明白 对事物啊 对每一件事情 在你面前啊 你都能够啊 分析的非常清楚 观察力 理解力 记忆力 种种脑部的一种力量 很灵敏 很清楚 很明白的现象 所以你修气脉明点啊 你在修行啊 过程当中 你会产生这一种现象 这个是第四个现象 所以你假如是说 打瞌睡啊 经常每天跟行尸走肉这样子 然后一打坐 就是东倒西歪 东倒西歪 要头啊 摇摇摆摆 好像跟佛菩萨讲话一样 那个就是分层 那个就是分层 你那个脑部不清明吗 不能过清明的时候 你就会分层 所以脑部 这个很清明的现象 就是第四种现象 歪八项里面显出来的 第四种现象 记忆力会好 你看书 一看 你就记住了 经典一看 你就记住了 一看 你就理解了 在难懂的书啊 在你面前 一翻开 你就通通都懂了 这个理解力啊 记忆力啊 观察力都很强的 第四个现象 オマーニンペミ 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